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首美国国歌 我相信你昨天来的时候呢 应该有唱过吧 不是昨天啊 星期五那一天 你们开幕式的时候 有没有唱过这首美国国歌 不是用唱 是用听的 你们有演奏这个吗 应该有吧 那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唱这个 要演奏美国国歌吗 原因就是在于说 我们现在目前 台湾的地位是美国在的 那么现在为什么我们刚才上到那个 有关于228事件的过程里面 可能你们有一些感觉没有办法去体会 因为那个年代一旦 人家说 伤痕是会随着时间去把它淡化掉 对不对 但是呢 为什么我一定要把这个 让很多人知道 因为我们是深受其害的一个家属 当然也不是说受了伤害就要怎么样 我们只希望说 这个历史能够还回一个公正 那你们有没有知道说 中国的社会里面 他们只有一个字就是什么 我发现 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就是一个眷村的隔壁 眷村里面 他们在自己讲话就已经听不懂 常常吵架 那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就一个字 斗 你斗输别人 那你就要下来 甘心做努力 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 我记得有一个晚会 那个也不叫晚会 在我小时有一个叫双十国庆 他们称作双十国庆日 双十国庆日 他都会放那个什么放电影 就像这个这样子 但是没有这么好的设备 他是用一台录音机 还一台那个 那个投影片 那个会开始转 转的时候 你看喔 看电影都看到整个村庄 我第一次看到整个村庄在玩家 在玩什么会 玩电影的内容 那电影的内容跟我们又没有关系 但是为什么吵架 哇 问题就是出在于 录音机也有问题 那那个影片也有问题 那大家折过来折过去 那每次村长就都对他说什么 那个村长就都会 好啦 你们这么讨厌我以后就不要乱 那王法大人还是被骂 然后就爱家爱家那里面 你们这些 不受教没水准的人 他们被骂到的人 很疲倦 我们又没有怎么样都会被骂 但是他们的组曲里面 就开始斗来斗去 他为什么会斗知道吗 第一个 因为村长的那台录音机 不是很先进 因为现在设备 以前的录音只是用录音带用进去 放进去就开始 一边播放影片 那一边是用那个录音机配音的 大家正看到 刚才一边 刚才看完看完 那一天 那一天演的戏是那个爱情戏 好像就男女谈感情那种戏剧 我那时候很爽 然后看到他们在做什么 那录音机就开始播放 播放一半 那录音机就是刚开始 刚好有一对男女在对话 对话是影片 录音机各有个别 那录音机讲出的话 那个男生 那男生好像录音机有点故障 那个投影下去声音播出 男生就问女生说 我问你 你真的那么喜欢我妈妈 那么你就嫁给我爸爸 大家想说奇怪 真的那么喜欢我妈 那就嫁给我爸爸 因为那录音机就是一下子快一下子慢 然后大家就开始争论 哎呀这什么体同 这个成什么体同 这个论来嘛 大家就一句一句这样讲 更好笑就是那个 那时候 布曼像以前是挂的一块白布 那个会飘动啊 那个男生 刚好为了要表示 像女生有一个很坚定的爱情 刚好他讲这句话 那个扑曼刚好飘动 那男生就这样 你看起来就会变成这样子 男生就开始表达说 我问你 你的立场真的那么坚定吗 那自己在求 那这样是要 女生也不甘思说 对 我的意识绝对不动了 那大家扑曼要求 我说很多人 就说啊这感情完蛋了 这个没有感情了 那大家就说 他说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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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们不懂 他不敢怎么样 他这个双十国庆的那个旁乐活动 每一年都是在这种 吵闹当中就结束掉 他村长就很生气 每年半每年都快生气 他说奇怪 为什么每年都是他当村长 他讲话又不太通 他好像不在 都很轻的人 他讲话很恐怖 那时候是戒严时期 你如果被他敲到门 他个性很急 大家去把他撞下去 我这样说 砰砰砰砰砰 老家开门 我第一个警察来通知你 他笑的 我怎么样要通知我 我通知你有什么证据啊 开门 他讲话 警察说来张先生 我们是来通知你啦 那经过村长共宅跟统基里 笑的 大家就开始紧张 在这个语言上就很多的不一样 然后引起很多很多的纠纷 所以 我希望说你们来上课 尽量用这个 台湾的无意 这音响标准 也向健康 但是来 今天是歌唱课 所以我们提起精神来唱这个 美唱美国国歌 我听你先念一次哈 他第一段就是说 O say can you sit by the darks early night 有听过吗 他第一段是这样唱着 O say can you sit by the darks early night what's the prime you repay what's the prime you repay and the child I was giving 第一段大家会不会 他意思就是说 当你在早晨 你可以看见什么 看见什么 有一件事情让我们如此的骄傲 好如此的骄傲 然后在李一米的最后第二段 他在 好那个 O say can you sit by the darks early night starts of the bloodless wine All the river we run with the greatest dreaming 好第二段他是说 在李一米的最后一到曙光中 他们就开始欢呼 是谁的心跳起 在战争中还是依然这样子高昂 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说 要把美国他们这种精神 最主要是你要去学习他的精神 你知道在1988年 有一年的奥运 1988年 三年你看到一个美国 他们全体做了一件什么事 做了一件就是他们用手牵手 整个横跨那个美利间 他们也做了一首歌叫做 Hand across the American 当他们一起手牵手 然后唱这一首 就是说手牵手横跨整个美洲 这样的过程里面 然后你会发现说 当我听到他们唱出说 他们有那个念那个朗文 就是说Hand across the American Hand across the American Hand across the London Eyeline 就是说他手牵手横跨这个区域 这个地方我最喜欢就是这个地方 但是你知道在台湾 我听到很多朋友去到美国 他们都不敢说他是台湾地 好像一直在跟台湾做一个切割 他就说台湾我都不敢回来 我来这几十年了 他跟我没关系 但是不要忘记 他是在那里出生 我也告诉我也是在那里出生 我在那边出生 当然不能忘记说 那个地方就是我喜欢的地方 那个地方喜欢小孩 所以你当然学习他们的过程 来 再来 他那个 这一段话的话 他必须有一个比较高看 他是 这一段话 All the land and all the peace And the whole all the great 他說這個心跳起他從來不會靜止 他永遠會在那個這樣子跳動 你們這樣子我們來試看看好不好 來我們播放那個一段的那個小女生 我們跟他一起來聽看看 好我們把那個字幕出來 字幕出來那個聲音出來就好了 唱歌的聲音來我們看著唱 那個字幕我可以出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ll the land and all the feet and the home of the brave and the home of the brave and the home of the brave at the brave ason 很順悉 為什麼 因為對你聽得比較大 那常常我們都告訴我 這單語是一個無追尊的意點 其實弄錯了 因為你知道說 在中國他們的社會裡面 你知道他們的國語總共幾種 知道嗎 他們講的國語總共很多種 其實他們自己每個區域 每個區域的口腔 音調都不一樣 甚至連表達都不一樣 我回想起來 為什麼剛才 上過那個228的事件的過程裡面 我都沒不由衷 想到我小時候 看的音響不合理 甚至人家人家 你知道為什麼要吵架嗎 就是在語言上 溝通上都已經有一個問題了 比如說我們這次 村長我帶著警察機 那村長是非常 人家在說 非常的挑剔 他要挑你毛背 什麼都可以挑出來 比如說你家的電燈沒有亮 對不對 你的電燈沒有亮 它也要干涉你 那個干涉 村長哪有一個習慣 他都旁邊 都要搶你的電廠 他叫他走走走 走到好像很威風一樣 然後到了一個地方 他就會告訴你說 你村長的音調也沒什麼做 他就會開始說 你家這個點怎麼不亮啊 我說我們聽不懂什麼 說的是什麼東西 他說那個點不亮啊 我說那是什麼東西 比如說那個點啊 那個點都不亮啊 那個警察聽不下去 聽不下去 他就開始出來做解釋 解釋整個如何 他就講說 哎唷 村長啊 這個不叫做點啊 這個叫做燈 這個是什麼東西 你看看一個燈 然後就要灰 灰波 灰很久的 還有更好玩的就是 不是好玩喔 賣那個東西 我用了很多的實驗去買 才知道他在賣什麼 你可以聽聽看 他們在賣什麼東西 我聽到一個好像住山東 山東的 每次移到他就做饅頭 每次出來賣 那個三顆很大 每次吼 你們用麥克風的 騎那裡就開始去買 買怎麼買 他就開始吼 這樣 馬圖 烏沙包馬圖 野馬圖 我都聽 但是後面那句野馬圖 聽不懂 那每次就這樣 野馬圖 為了要正直說那是什麼 我去跟我媽媽討錢 去跟伯伯說 老闆 我要給你買野馬圖 他說真的聽到我嗎 聽到他說 你這個為什麼叫做野馬圖 就是熱馬圖 哇 這樣知道就好 過沒多久 安慰 端子在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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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有精神 開始這樣 馬圖 馬圖 路十頭馬圖 野馬圖 吉吉土 喔 然後這樣 又多一句 什麼東西 我說 欸 為什麼多了一個雞雞頭 野馬圖 我聽不懂 為什麼多一個雞雞頭 我跟他開店趕完 阿嬤就拖起 他說 老闆 老闆 我要給你買那個雞雞頭 欸 還真的有呢 也是馬圖 我說 為什麼 這個叫雞雞頭 我那個是雞雞做的 機器 機器做的 他說 雞雞頭 黏得太緊 還叫雞雞頭 他說 欸 怎麼這樣的話 原來 你看他們口音很多都開始混淆 每一個都吵架 還有一個都奇怪 那個不知道什麼名字 我不懂 好像是東北再上去那個地帶來的 這個人 講那個話 我都聽不懂 到現在慢慢想才聽懂 因為他每次看到家長在打小孩 開始就怎麼樣 他每次你打小孩子不要讓他看見 不然他就在旁邊罵你一句 拚拚 中央什麼 我拚 聽完都說 欸 你是在說什麼 放沖邊跑 結果他說 你剛才說什麼 他說 我拚 什麼東西 他也不回答你 然後我聽了10年才知道想這句話 我才知道說是 爸爸打兒子 何必啊 喔 啊 然後看到人家在吵架 他全都放沖邊跑 這整天在那女人在那吵來吵去 為了看電影在那邊吵來吵去 他就騙在那一個講台上面 就開始大聲喊就這樣 拚喔 拚喔 拚拚喔 翻世路 拚喔 我就是在放沖邊跑欸 別人來聽清楚 別人知道他在說什麼 吵吵吵 凡事都要吵 就變成拚喔 拚 拚喔 那不在哪裡啦 這個過程引起很多的誤會 你如果每次別人等 那六點 準時給你叫一下 為什麼 他每次六點就騙在這個 那個我們有一個康樂台 康樂台 人家表演在台上 然後他就在那邊很大聲的 講了六點 都剛好六點整 人家在升佛旗 他就在那喊了一句 鼓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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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在喊什麼 他還聽人 大家都聽不懂 他又再講一次 慎重的 鼓咖鼓咖 在那一直講講到快跪下去很激動 我們就說 你講那個什麼 你去問一次 人家會告訴你 苗子苗子苗子 我聽得不懂 這是三個未來 也是十年後我才知道他講了什麼 沒有果哪有家 很重要 如果我們民政府這就要最重要 沒有果哪有家 但是他表達的不太一樣 但是他們心境上就是鬥爭 我感覺在那個社會裡面 就是只有一個字 鬥爭 你如果說在他們家裡面 沒有掛一個那個 蔣忠正的那個像 哇 他每天要幫你描 那個鼓咖鼓咖 我們都不知道叫他什麼名字 要唯一叫鼓咖 好 那為什麼你要提到這一些 因為你歌曲裡面 你知道我曾經很用心 我曾經找了一個非常安靜的時段 去仔細聽一段 一個歌經寫的歌詞 唱的歌 聽到那個歌詞我不太會形容 你的歌詞詞句就寫了一段 像像像像唱歌歌詞 結果寫一段他就想 他說我愛你愛到死 愛到站在你後面呼吸 都覺得困難 我一直在想像這是什麼情況 為什麼可以愛一個人愛到死掉 可以站在後面後面呼吸都覺得困難 所以呢 我想說我們現在年輕人 你們所欣賞的音樂 可能都是我們外面很多的這些歌曲 都一直聽到說有關於愛情的關係 當然那是很好 不是說不好 不是說不好 不過是說 在這個當中裡面 你有沒有去想過他的 不切實際 不切實際 知道嗎 所以為什麼我們安排這一唱歌唱課 給你就是說 要讓你去明白說 在台灣的民謠裡面 他除了很多跟我們國家有關係 比如說像我每次看到這個 剛才那個七歲小女孩 六歲七歲小女孩 他們在唱出他們自己的國歌的時候 那種感動可能很難去體會 不過當你聽我這樣講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為什麼我們現在的小女生 三歲的 你知道三歲小女孩唱什麼嗎 三歲小女孩 很老唱喔 他拿到麥克風 還配合動作這樣子聊 然後又可以唱出非常 那我歌我比較唱 但是他會唱出什麼 他就說 他那個 愛人哪對人走 他什麼去愛到頭上那個 他說他的愛人 他愛到後面那個人 每天就在那裡 酥酥涼涼 他說 女生他才三歲 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我說 激勵你們的想法 能夠去大概去想一下說 我們應該是怎樣去聽 怎麼去欣賞 給我們心裡面的一些造 教育 改造一下 當然你去把它做評比 我可以說 你十年你又聽流行歌曲 你聽十年你去把它分析之後 然後你再聽看看外國的民謠 你會發現說 聽這種歌曲 很辛苦 為什麼 我們隔壁每一屆 在授訓的學院當中 我怎麼說就是一件事 就是 我們隔壁每次在唱卡拉OK 一天都唱一首 叫做烏路 有沒有聽過 烏路也要唱嗎 我本來都不會唱 要這樣唱兩年 每天唱的 每天唱烏路 然後一天聽一些 一天聽一些 竟然就可以唱了 唱到最後 我剛剛提到最後一句是什麼 他說 不管他是什麼人 都把酒來跳舞 都把他董做冰房 你們覺得這樣子好嗎 都把酒來跳舞 不管發生什麼大事情 國家沒了 都離開 都把酒來跳舞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都把他董做冰房 董做做夢一樣 你如果說你考試考不好 你以為他說 這個都當作 董做冰房就好 然後你遇到什麼瓶頸 都把他董做冰房就好 所以你看 從中國的社會來到 我們台灣的教育 一天 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是很奇怪 本來很實際的東西 我昨天也跟大家分享過 我的頭腦很奇怪 一件事情會想很久 如果說今天沒有解決 明天起來 起來照樣一直想 一直想 一直想 想很久 我曾經想過一件事情 更好笑的 我每天去問 人們都會覺得說 你怎麼會這樣想 你什麼 鄉下人 我們村莊裡面 每一個人都會常常說 那些誇大的話 你怎麼說那些誇大 你當作好像沒有什麼 我隔壁那個 老先生 他每次都說什麼 都在說他 以前 多年 多年 比如說 我小時候 那時候突然 很辛苦 還是說 去餐做餐廳 回來 他就都跟他說這句什麼 你們這沒有什麼 以前 我們 我以前 四點 多年 做餐廳 做餐廳 說 我那時候 很辛苦 很辛苦 但是 他跟他說一句話 我聽到很奇怪 他說 怎麼樣 他說 這個字 比較粗俗 他說 他 六八爹 也過 我就一直在想 奇怪 為什麼 人家 遇到瓶頸 那些瓶頸 那些瓶頸 凝刃 而解 我 我想到第二個問題 女生怎麼辦 像男生 遇到問題 把那個 那個 那個 人家瓶頸 就可以通過 為什麼 可以這樣子 但是他後面 我來講的時候 我就說 你就 有解決方案 你就是把那個 穩定一次就好了 為什麼 這個問題 我想到 我長大之後 才知道說 這款是 你們說一種 寄託 這不切實際的 沒有關係 但是 知道說 我希望你們 可以開懷 胸懷 去唱出很多的歌聲 來到這裡 我希望說 你們不要輸給那些 那些 老年人 你知道老年人 每次來跟 民政府唱歌 別人唱到會流淚 為什麼 我們來看下一首詩歌 下一首曲子 叫做 《天佑台灣》 有這首嗎 好 《天佑台灣》 這是美國國歌話 你們都把它吸收 等一下經過就好 那現在 我們來看 一首叫《天佑台灣》 有 有沒有這一首 還是 《古魯摩沙送》那一首 《天佑台灣》 來 這昨天我印那個圖給你們 這個《天佑台灣》 我看過很多很多的福曲裡面 好像都沒有講到 他說《天佑台灣》 我們台灣是一個國家 你們不要誤會 你看到左上角那 那個正宗的曲詞 那個名字 我告訴大家 我告訴大家 那個肯定不是我 我給你保證 有時候我 我雖然叫做政治 也引起很多誤會 他跟我一樣都住在餓水 他也一樣住在餓水 但是他在美國 譬如很多演唱會 我在路撲到 人們都向我問 你是不是住在餓水 我說 對 你是不是真的唱歌 我說 對 你的演唱票可以進場給我嗎 我說 我怎麼有演唱票 你有跟演唱會 你譬如說 我說 我沒有演唱的票 他才知道 人家問我十次 我才知道 原來跟我們故鄉裡面 人的政治 一個就是我 一個就是 他原詞裡面 我才去看 他說 台灣 他說 台灣是一個美麗的島嶼 站在太平洋西方 鮮榮單純堅重的冰風 代代人家在生團 他家用那個 台灣毛季打牌 你來用國字 你用國字 你用國字 用華語湯的時候 在不留意 第二段他說 台灣是一個美麗的島嶼 站在天咖地當中 有日 各位 有天氣來追團 走過風風過五段 雖然 日前風鬆 受一噴打 但是春風吹 又站 雖然 貪圈的路 一步 一步 我會勇敢 站在這 再來 再來 他就 回到前面 那個 庫哥 來我聽我先 我們先來聽看看這一首 這首 這首給他唱 它是 台灣是一個美麗的島嶼 騎在太平洋西風 在太平洋西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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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結有天氣來追端 踳到太平洋西風 走過風不飛不拍 很多人 雖然 兩天風鬆 受盡 渡 雖然 天風想 受盡 尊 淡 利 我的勇敢騎在這 台灣是一個美麗的島嶼 是我是愛的國家 你們就聽到說 他到後面說這個島嶼島嶼 是我心愛的國家 你知道台灣差不多 跟美中大陸閉起來 是差了好大好大的一倍 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說我們台灣在哪裡 但是有很多人已經來臺灣 因為當你去到外國 有很多美國人問說 你從哪裡來的 我說福爾摩山 馬里蘭州很奇怪 全部 好像都沒有看到像我這種膚色的 要不要注意 很奇怪 好像不知道是什麼區域 全部都是白種的 所以他們都不知道說台灣是在哪裡 實際上他天的地圖我看著 我也嚇一跳 根本都沒有標示台灣 我繼續把台北出現都沒有 都沒有之後 跟他一個小小的 一個點 就是在這裡 很難想像 他跟他說 這個跟 這個 中國 那個大陸 亞洲大陸 有沒有連在一起 我說沒有沒有沒有 你仔細看 你中間部還有一點點的空隙 他看起來說 原來 你那個 我第一次說 五摩山 你知道他一邊一邊都會去嗎 你說 在太平洋裡面 中間有一個 藍色區塊 一個島嶼 叫做土蛙爐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有一個國家 叫做土蛙爐 一邊一邊說 是不是這裡 我看到 哇 怎麼都藍色一大片 中間有一個土蛙爐 我說這是什麼地方 他說那個是一個國家 這麼小一點點的都變成國家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再過來一點 在我們這個亞洲地區 這個台灣 叫做台灣 他說 有 他們都不懂 台灣這個地 當他這樣問 一直問一直問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 這樣要怎麼辦 要怎麼說我去哪裡 還是還好 他馬上總要跟我說 你跟我問 他說 你們那邊離阿里山有多遠 你要怎麼回答 他說 我告訴你 我們的國家 就是去阿里山的上面 我們的國家 這邊就是阿里山 這邊就是玉山 他說 對對對 還有一個玉山 他說 你們離那兩座山有多遠 他說 多遠喔 我如果要去 你就可以帶你來 如果在我們的國家 我下午就可以開車 載你上去 彈天就想 玉山就是 我們的台灣島嶼 我們的國家這個上面 你這樣往南 他說 原來亞洲第二高山是哪裡 知道嗎 就是玉山 亞洲地區第二高山 我都不知道 我去哪裡 他跟他說 那個是亞洲 一二高山 有四千公尺 他說 真的喔 他說 這個 這個 玉山還有阿里山 兩個都是在 就是 他說這個就是台灣 也很意外 他怎麼沒有給我們 表示說 台灣的上面 有一個叫做玉山 我不知道是什麼因素 但是我起二十幾年前 他這樣把我們問我 也弄住了 他在跟你介紹說 我哪裡 可能現在網路比較發達 比較沒有那個 以前沒有網路 要打電話 我也不知道在打在哪裡 他們都不知道 但是經過那一次 我以前 在想說 奇怪 為什麼我們台灣都 沒有人知道 我們人家說 我們台灣人 他也覺得很奇怪 他叫我們土瓦爐 那個國家人 我也不知道土瓦爐 在哪裡 好 那這首歌 他這首歌 叫天佑台灣 天佑台灣 天佑台灣 比美國 在唱的時候 就是 歌曲台灣 美國 國歌裡面 有第二首 歌曲 歌曲 US 美國 歌曲 唱出這樣的一個 非常 說 我們台灣 是一個 國家的時候 好像我們都沒有去唱 沒關係 這首曲子 就是要跟你們介紹 說 來等一下我唱 我們會唱的話 我們一起來唱看看好不好 我願望說 我真的很期待 當有一天 你的外國朋友 問你的時候 你們國家 有代表的歌謠 人家說 台灣名叫 像我看到蘇格蘭 有蘇格蘭的民謠 但是這個就沒有 我們台灣的民謠 我們要被永樂 去修來代表 你也能唱給他們聽 後來我們一起來聽看看 來 那那個音樂 可以嗎 這個有音樂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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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尊更 通常 有 我們 有 有 有 通常 我們 我們 用 我們 我們 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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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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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